欢迎来到电影视频室 四年前凭着科幻惊悚片《地心引力》 Gravity获得奥斯卡最佳导演的墨西哥导演Alfonso Cuaron 今年以风格迥然不同的作品夺下威尼斯影展的最佳影片 今天为大家点评《罗马、Roma》 以下电影画面由Netflix提供 1970年墨西哥首都的一个郊区Roma 一个中产家庭中 一名女佣Cleo默默工作 打扫房子 照顾家中的孩子 到加拿大参加会议的医生父亲 回家的日期一天比一天遥远 家人逐渐了解 父亲可能已经放弃这个家庭 母亲和女佣必须担起这家庭的负担 与此同时 女佣Cleo和一名年轻男子交往 这经历也给她在这极短的时间内 残酷的教训 家中的这两名女子如何互相扶持 这部电影的故事灵感 来自导演Alfonso Cuaron 本身的童年回忆 以超低调的手法拍摄 画面看来只有黑白两色 但是在导演亲自操纵的摄影机下 将繁杂琐碎 设计成荧幕上赞扬生活中宁静的艺术 同样是导演亲自剪洁 似乎带有温和的节奏 和电影院其他的华丽商业片相比 Roma像是一部不上妆的作品 不少镜头看来感觉设计过度包装 这种提升日常生活点点滴滴的特色 凸显导演对童年时光的怀念 算是对当年情怀的一种崇拜 观众心弦容易被牵动 故事内容方面感觉平淡 将电影推向艺术创作领域 让人想起在高级餐馆的菜单 品尝鉴赏佳作之后 仍感觉希望分量应该大一些 Roma崇拜过往的平凡 满分五分钟得四分值得强力推荐